好 先别说话 静静地听一下 我感觉 听到了没有 这是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 就是别人打个喷嚏 这么远对我回声 你知道吗 有点吓人 我们今天跑到一个这么远的地方 到底要吃什么呀导演 咱今天来寻宝 宝 到底是宝还是包 吃啥呀 值得我们花这么大的劲儿 然后跑这么远来吃 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 走开走有点黑 今天我们来到郑州的大北郊 在这偏僻幽静之处 究竟要探寻的是包还是包呢 每集大色评 张唱种不种 我的天哪 这是个树园 但是现在天比较冷 你看这小院 这没人做 估计都在里边了 走我们进去看看 在这里边吧 看一下 哎呦 哎呦 等一下 我知道导演说的是什么 宝宝了 我看不见呀 你们进来看 你们进来看 哇 这一排 看见没 这家伙往这一顿顿是觉得暖和多了 这黑黑的家伙就是咱今天要掌寻的好 也就是包 这个家伙是叫啥呀 这是土制的砂锅嘛 砂锅是吧 这么大个是咱们自己定制的 对 定制的 这就是传统的那种捞式砂锅 为什么要用这个来包食物 因为这种砂锅透气性强 嗯 加热均匀 然后受热均匀 受热均匀 嗯 这个这个传统的这个做法 然后炖出来这个汤更有味道 哦 好浓郁是吧 这包找到了 可这里面究竟包的是啥呢 这里边是包的什么宝贝 嗯 三宝炖柴鸡嘛 三宝炖柴鸡 哦 没错就是它了 今天的美食主角柴鸡炖三宝 好 柴鸡炖三宝 咱先看看这食材怎么样 你看这个爪就不一样 哦 也是土鸡 哦 最少得一年半了吧 这两个 一年半 然后一年半也剩两年的这个 哪样的菜鸡 对 这个鸡子不要太老 太老的话炖出来那个汤 香味和这个鸡肉那个口感 就不一样 三宝宝贝 牛鞭牛宝鸡腰 而三宝指的就是牛鞭牛宝和鸡腰 咋样 听上去是不是就很给力的样子 除了这柴鸡和三宝 老板说这里面啊还要再加鲜料才行 这个就是五枝茅草 我要喝这个是去湿气 多少种 六种 还有这个 葱草 土茯苓 茯苓是干嘛的 茯苓也是去湿气的 也是去湿的 这就是五枝茅草加茯苓 那你这红枣跟枸杞 我盲餐应该是补气的 这柴鸡三宝和中草药加入纯净水 就可以上火包制了 不过这时间稍微久了一点点 三个小时 写着呢小火慢炖三小时 不过咱今天要吃啊 我觉得这应该 基本上 全部都要提前预定 提前预定 老客来 一般都要提前预定 否则可吃不上这柴鸡炖三宝 火与时间结合的艺术 火与时间结合的艺术 你听一下 特别咸的 我嘴里面之后 那种鸡肉的 真正的喝出来鸡肉的香味 一个是这个糖比较挺淡 二个火的它不太油 你看它这里面 汤最开始看的是吧 上面似乎有一层浮油 但是一顶点的腻的感觉 这里边其实放了一些中药 喝出来 基本上能喝一点 不多 没事的时候有几个朋友 游了一块量 基本上来就喝这个糖 冬天先干上两碗 你自己喝了几碗 第三碗 这个汤上来之后 我自己先喝了三碗 我几乎一个月 最后来三到四次 朋友就是一块儿聚一会儿 而这个位置比较清净 临着小河边 然后还有个大院子 还有鞦韆 然后带着小孩 以后都过来了 对 每次来都是喝这个 这个并不够早点 我觉得我可以打9.8本 9.8 每次来一会儿 先给老板打电话 先把汤顿上 这一包198块钱 你说贵吧 它内涵很丰富 你说便宜吧 也快两百了 究竟这柴鸡炖三宝 口味如何 咱也尝尝 你看它这个汤色 就是这种炖成 有点土黄色 闻上去是挺香的 还有里面的这种 中药菜的一点点香味 来一口 到嘴里 它有那个鸡汤的鲜味 都会会有一点点 中药菜的那种药菜味 但是我觉得 没有压住煮汤的肉味 所以整体来说 一是很顺滑 第二是有一定醇厚的回味 第三是最关键的 我觉得这个鸡汤它不油腻 接下来我们尝一下里面的土鸡 它已经完全脱骨了 太美脱骨了 好鲜啊 鸡肉很好嚼 也不会很柴 然后它是有一定的筋道的口感 鸡肉软嫩脱骨 口感微筋 三宝的口感略有不同 但是没有异味 汤的鲜味非常非常的足 而且很醇厚 看似有些油 其实一点都不腻 中草药的味道很淡很淡 几乎喝不出来 说真的 这汤确实比里面的食材更加受欢迎 8点3分 老板说 它还有一道拿手菜做法很独特 叫蒜豹鲤鱼 活鲤鱼 宰沙清洗干净 放入葱姜水中 煮至三分钟后捞出妆盘 浇上自己熬制的秘制料汁 撒上蒜沫 然后用辣椒 花椒熬制的热油鸡油 就可以上桌了 已经呼之欲出了 直接加起来 我觉得这个蒜味闻着 真的是太勾人了 蒜味好突出啊 但是它这个做法呢 它是加了很多的蒜 但是又把这个鱼做成了那种甜咸酱油口 所以这个味道就必要复合了 我以前吃蒜搭配比较多的就是那种咸的麻辣的 但是这种带着一点点甜味回味的 反而好像觉得这个蒜就更好吃了 然后鱼也更鲜了 但是它整体其实也是一道重口味 里边我一共吃出了麻 甜 然后酱油的那种咸香 还有浓郁的蒜味 再加上鱼肉本身的鲜味 还有一丢丢的辣味 蒜豹鲤鱼 首先这鱼的鲜嫩很到位 没有丝毫的腥味 口味算是复合口味 酸 辣 甜 咸 麻 让人味蕾瞬间打开 值得推荐您尝尝8点2分 还有这青椒蒜子烧甲鱼 汤汁浓稠 口感软筋 香味浓郁 最后再来上一块这炕的发面饼 一个字 美 吃完了有话咱们院里说 今天给大家打探了一个柴鸡炖三宝 这个柴鸡是走地鸡 吃起来口感也不错 这个汤真的是男女老少都喜欢 我个人感觉这个汤味也不错 不油腻 我觉得这个院子的环境也不错 算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虽然有一点点远 但是也比较清静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这尝试一下 最后我们给它打分7.8分 欢迎收看香港美食 我是老土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食大测评 尝尝中木中 就在这高价桥底下 这后面的我看 今天这个东西 今天别喊着木 咱带人进去抽一抽 一斤拉远 大家都要准备一下 切儿他家掰的可有意思 他家门头不打 但他家摆东西成个倒三角 或者倒梯形 倒三角 你不是什么大掰 倒梯形 倒梯形就是大掰 看看这样 你叫我空间构思一下 这倒梯形摆不成吧 上面没法固定了呀 你是不是想象不出来 我跟你说这倒梯形还震撼得 有点狠呢 真的假的 生活 生活啊 气息 你看看这多冬天多带劲 果然你说那个倒梯形的 倒梯形 从想往上翻 你也没看见 你也没看见 上 上 上 看见没 看见没 哇塞 蹭薄 想上蹭薄 就这么容易看见 对 这是咋了 自己家不够挂 还得往楼上整 可不是 一层不够去二层 二层买了 直接三层堆下来 咋这么多呢 买的人多呀 整得亮的 这摆着摆着不就上去了 您刚看楼上的东西没 看到了 啥感觉 没感觉 没感觉 哇塞 那都 这个 我刚刚 我吃了块钱不拿走 我吃了块钱拿走 谢谢 我整个全部拿走 多少钱一斤 这26一斤 26一斤 26一斤 对 口味有广味麻辣五香 这三个主流味道 其他味道都可以定制 都可以定制 对 这26是包括加工费吗 包括加工费 就是撑肉 撑完肉之后就包工包料给你做好 就是这个晒也帮你晒 对 我们也帮晒 如果要是不帮晒 不帮晒也都一样的 有很大算是 26 我想问一下这个 都算26 我给比较一点 目前你这店里面放了 如果按价格来放 哪个有 50万块钱 50万块钱 对 50万块钱 因为楼上 楼上的话 这只是一层 六层 有七层 一万块钱 后面有 二层 就是我现在看见的只是一层 两层三层 对 你后面还有 我们基本上都是街上的风景线 他家省业和 他家省业和 这酒店都跟着多少时间 你跟着时间也不短呢 有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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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念 那是父亲住了吧 对 他的没念一过 都是他家豆子 三层漏 三层漏 但是他的光味可以 光味啊 好吃好吃 好吃啊 他长得十来块钱 好吃吗 那味道好吃 你不分家言 真好吃 老板人家不够到啥 那不好吃 你拿过来 我退了 我要三百斤 哦 真的 真的 你进货了 三百斤就拿进货去 需要帮忙不需要 那都是一千多一千多 这都算四斤 买一千多吗 刚才说 今天算断了烧了 我刚刚那个三百斤那不算什么 三百斤刚才是多少 我今天刚才还有一千七百斤 你三百斤乘三十斤算 9千万 9千万 那不就千八块钱吧 对不对 对 大哥 你这个对千万别理解得很高 算了很快 管的这不一千百七百块 乖乖嘞 整的量确实大呀 基本上都是十斤起步的 这里三百块钱都是地底 一千块钱的比较多 两千块钱的也大有人在 你看看这满满当当的香肠 喜欢人吧 刚开始呢我以为这牌子呢 只是标注的味道 后来发现不对啊 人家这标注的是时间和价格 全是人家的姓名电换 你 fits 全是性别的电换 还你咱看又有八百块钱 这是啥 这一般咱两段 米 25天到啊 15天到20天 要说这看着确实震撼啊 虽然店不大 但人家出货量是真的大 听说这每天都是按蹲走的 所以老板娘就从早上一直忙活到晚上 专门的把控这味道 洗两遍 这是汉堡芽的 稳水是吧 对 稳水洗手不是 你用浪水洗手不是 洗不掉手洗吧 这是第二遍 洗两遍 等你说是用稳水洗两遍 这是洗完之后钱泡一泡 三分肥七分瘦 三分肥七分瘦 对 标准呢 这是标准 重点的就是28肥瘦 这个可以选是吧 可以选 就我比如说我要买了 就有选择 我要想要肥点的你就37 对 瘦点就28 对对对 没有人要纯瘦 有有有 还有人要纯瘦了 有 那吃都没意思了 有个别人口味他不吃肥的 他就选纯瘦的 纯瘦也可以选 对对对 这里边加主要是糖是不是 常年味精 这是广味的 酒 对 广味 这是广味的 这是什么 这是啥 白酒是吧 白酒 白酒主要是一个 一个曲线豆腐 五九肥 主要是多少度的 二度 这是不是很多人都是直接买回家 他自己晾 自己晾 好了有地方有晾 他也给拉回家自己晾 有你年轻的晾不好的都在 咱家晾 我看这个上面写的是四号了 这事都快好了 对快好了 跟我的饮两天再饮两天 饮饮了它里头比较紧的透一点 吃着口感好一点 晾着肉时间不够了 可能口感没有那么扎实 对对对 是的 新鲜的猪肉要用温水清洗两遍 才能进绞肉机 搅拌均匀以后呢 放入滚动的搅拌机里面 马上味道 人家这是有比例的 说白了就是秘方 一斤肉 多少的糖 盐 白酒 都是有说头的 味道搅拌均匀之后呢 就是灌香肠了 肠衣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随着肉效的填充 这饱满了香肠 也就直接做出来了 价格呢 是26块钱一斤 包工包料 整体用料 扎实性价比也还行 7.7分 问题不大 肥瘦比例呢 也是可以选择的 37 28 您自己随意 但是如果想要纯瘦的话 那就得加钱了 香 香 露香味 是是这肉也筋到 这肉质也好吧 鱼炸海太太包 再灌一袋 再灌一袋 这个是稍微偏瘦的 但是你吃住啊 它还可以 主要是味道 这颜色可牵啊 看着 颜色稍微不是说好感 但是你尝尝味 我马上都吃了半年了 你吃半年了 我又怪香了 它不管一瘦 吃住都行 对 我也主要给它做饭 甜味算是比较明显 腌味算是稍微偏重 所以说它肉香味 也就比较明显一点 晾晒时间15到20天 如果想吃现成的 人家也有45块钱一斤 那我觉得还晒几天 味道整体都不错 不论是麻辣的 还是广味的 香味都很足 香肠肉质扎实不松散 品质可以给个8分 盐味呢 老土觉得略重 而我个人觉得刚刚好 这个呢 得看个人口味了 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太上相 相比外面那种红色的香肠 这里的香肠 长得有点彩蛋啊 用老板的话说 就是他家没加任何 增加颜色的东西 好吃就行了 长相嘛 并不重要 品质还可以 如果您要惯了 纯瘦的话 是28块钱一斤 然后呢 如果您比较着急 想去买成品的话 已经干好了 香肠是45块钱一斤 纯瘦呢 是50亿斤 所以说 如果您想吃的话 可以来这尝尝试试吃 你们家是不是哪都有香肠 别凑着人家香肠啊 要说就是这个 不是香外 这上面还可躲吗 比这儿要躲了躲是吧 我拿手机给您拍点照片 给您看看也行 反正实际上 咱们终于配合了 就是我往这儿 你往哪儿 咱们一块儿躲 我就在这个香肠的天空中 香肠云的天空中 就在这样子 穿梭 穿梭 全是肠 到哪儿都是肠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肠美食栏目 导演 咱今天吃个啥 吃到你的专场上了 我有啥专场 没有专场 没有专场 今天吃一碗特别牛的面 咋个牛反正啊 就是里面就总结一个字 牛 就是牛 从从牛到尾 还从里牛到外来 对 还真的是这 是的 哎呀 走 你又起一把 哎呀 哎呀 时间比较久了 哎呀 哎呦 人还是不少的嘞 刚走到门口 就被一股浓郁的麻辣牛油香气吸引 不知道还以为是进了四川火锅店呢 没到中午十二点 电影的人已经躲到鱼了出来 而且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碗红彤彤的面条 这碗面到底留在哪里呢 你关注这个店好长时间 好长时间 吃陪众上最后 我是把孩子在旁边吃完红彤 我以后来吃这个来了 我来这尝尝到底是啥味儿来的 一进来你在这隐藏呢 隐藏了 所以今天就是必须得吃上一碗 对对对对 店面确实真的很小 大概只有四张桌子 你瞅一眼 来晚了外面的时候都敲 对对对 老科们你们算是 红尔吧 红尔会来 一般会点他们家什么面 牛 牛杂面 就是牛杂 你觉得它那个面的口感咋样 好吃反正是 比较筋 对 是吧 对 那整个那个味道上怎么样 莲香微麻微辣可以 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有微辣中辣可辣 您一般选择中辣 那中辣的那个辣度对你来说是属于 比较辣一点 因为我喜欢吃的 比较重口了已经 对 那所以对咱来说的话就微辣就可以了 是吧 对你来说 这属于大丸还是属于啥了吧 小丸 大丸 这是大丸吧 大丸几两面呢 半斤大 半斤辣 那小丸一般是几两面 小丸三両 这是大丸也太大了 您点的是大丸还是小丸 大丸 是大丸是吧 对大丸 能吃的完不 我自己有不厉害加点面 哦 不能吃 哈哈 哈哈哈哈 加面要钱不 不要 能加多少回 你看你吃了 你吃不饱到鸭吗 加那一碗基本上吃都完了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已经 加不了 对 必定大碗才有半斤面在里头呢 一断一断一断 我刚才听您说您还加了什么东西是吗 鸡蛋 加了鸡蛋 还有什么 中辣 中辣 是不是还加芝麻酱什么的 那就是你看那里想不想加 一般是干的加 湿的不加 所以您点就是干的 我点的湿的 我喜欢吃香一点 多加点芝麻酱 味道足一些 对 对 我给你讲 所以它就是有干的 有湿的 就带汤的 然后还可以再加点芝麻酱的 就这些 哎呦 它出餐好快哦 是吧 是吧 大概也就是个三分钟左右 没有走 没有三分钟 你是南亚人吗 南亚人 给烙甲烙味比起来咋样 一样 一样的 还有肥叉 牛大面的牛大 都是牛肠 牛肠 哦 对对对 牛肠 再加点这个绿豆芽 对 绿豆芽 所以这些都是标配 你这吃 先把纸准备上 太辣了 牛油 有那个红油 所以它这种油 应该是那种牛油吧 牛油 牛油火锅啊 这个 这底料 你感觉上应该是这么熬的 对吧 这么熬的这个 所以咱家主打的就是这个 牛油杂面 这也就是主打的 是吧 咱店开多久了呀 第六年 第六年了 老板是哪人啊 南亚 南亚人 哦 因为南亚跟那个 向阳 很近 是吧 很近很近 确实很近的 咱这面条用的什么面啊这是 剪面 剪面会脆 剪面会脆 这个汤里都做点 背着剪面才好吃 哦 抓了好大的一把豆芽在里头 豆芽是标配吧 嗯 这这边是啥 这是牛股的汤吗 牛油 它等于就是拿那个牛油做了底料 嗯 然后呢再拿牛股来熬的汤 对 哦 呜 这感觉 这能够出窝 是吧 出了很这玩意 对啊 这老板跟人说 这汤上火锅 这个 嗯 先抱个关心 哇 那你给我撑掉 我带走吧 然后 慢慢气 回答 回答 再上火锅 到个锅去 行 这个感觉像麻椒油 嗯 哎呦 这是芝麻筋啊 芝麻 芝麻 那这个就是属于那个干拌 干拌的 是吧 干拌的 这有成了 这个是 牛股来咯 嗯 牛股是单独卤的 哎呀 你们要这个也要芝麻 芝麻 芝麻 哦 真的是 好 我给你烙个锅 嗯 拿个蛋 快到丁沛了呀 已经 来来来 还有个小狮子 哎呦 好 哇塞 一百分 哎对啊 丁沛了 丁沛了 他们家面条有两种 带汤的牛肉牛杂面 和干拌的我子面 由于每天饭点来吃面的人太多 老板都会提前把面煮好 饭有备用 细细的捡水面条 与大量豆芽一起 轻轻过水 然后堆上放着牛油香气的红汤 出味的关键全靠这一锅汤 据老板说 汤底是用牛骨熬制 然后再加入秘制的牛油辣椒同煮 牛骨汤加上牛油料 在浇上卤过的牛杂 可不就是一碗面从头牛到尾了吗 味道究竟咋样 咱们来尝尝吧 在搞什么小东西 还偷偷地在底下播 先看看这个 一百分 一百分啊 我已经预定了今天下午的那个 吃碳水比赛的 吃面烤制 对直接给个一百分 所以这些呢都是它这个面里面可以加的 不过你这一碗倒完 甚至不见 压力很大 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好香的 既然说老板说的一个话 说它这个汤它是可以涮火锅吃的 看起来红红的油油的 其实你真的在吃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什么油啊 糊嘴啊什么的 其实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香 他们家这种固定搭配 好像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一口下来之后 面呢是属于一种筋筋的 但是不硬 相对来家属于比较细的面条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一些 尤其搭配上这个豆芽 又脆脆的 然后呢一口 牛杂 吃起来又筋筋韧韧的 而且它这个牛杂没有任何的那个 异味 处理好感点 对 这个挺香的 还要尝尝这个 这个是干拌的 窝子面 我好像喜欢不一样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像这个干面 它长得好香的感觉 你只能说它是稍微有什么一点香的感觉 但是你吃起来味道上不一样 我觉得它会更香一些 因为它拿那个火锅汤 火锅汤底 就是它过了 个人感受 我觉得吃完一口这个之后 我觉得再吃这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合谈的 咱这边人的胃口吧 基本上就属于就是你往来一做 这碗面 如果你是碳水爱好者团 那就说这么多话 其实就已经很不合格了 你知道吗 这碗开吃就对了 牛杂面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很油很重口 但是吃着却完全不腻 牛油的香 与牛骨汤的鲜 完美融合 再配合着 筋筋脆脆的碱面条 和牛杂软糯的母牛肠 麻辣成透 又不是鲜美滋味 绝对是鲜美滋味 美食大测评 尝尝猪不猪 欢迎收看小小美食 我是孟涵 今天我们吃什么呢 导演 今天咱吃个甲昌味儿 它的位置都不好找 我看你背后有一条 深入民居的小巷 是在那里面吗 是 你知道在咱们厂中 我其实很少能看到 这样子很有生活气息的小刀 你看见没 路不是很宽 然后两边矮矮的房子 咱就往里 这能找到啥呀 这不像是有好吃的地方呀 你说老客们一般直接就进来 那我问你一下 吃的是啥 加烦味儿 你好歹给个菜单 你给个提示啊 我们家有菜单 但是老客都不看 真的假 那咋点菜呀 就是去看看 行行 走 去看看 你看这条路窄的 这过一条车就没地儿了 你还让我没菜单找 我能找到啥好吃的呀 你就记住啊 孟涵 嗯 去看看 哦 去看 去看 去看看是提示吗 看看 你看 连电动车都已经整洒了 老客人都来了 跟着大哥走 看见没有 哦 自然都进门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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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进到店里 眼前的一幕 让孟涵是惊呆了 哇 这还真的是进来看到了 一大排的辣糖 看着好诱人 这是咱们自己过年晒的吗 没 这是刚好这个做的 都是新鲜的五花肉采用的 就是咱们自己惯的 所以是现在吃 并不是为了迎接过年 自己提前囤的 对 老板 你应该这样说 这是最省动的菜单 一进来你都看见了 你还能问娘会儿呢 门口的墙上贴着菜单 有砂锅 有炒菜 有扣碗 昏特素的夹起来有五十多种 可是老板却说 食客们来他们家 从来都是不看菜谱 只看它 在这儿开了要七八年了吧 经常来的老可 他也不看下菜单了 过来就是想吃哪个 叠一个 所以说他做 咱们快去给他 自己做 做成假唱的 不像跟其他饭店一样 只有指定的做法 没有 但是你想打手 它也给你做 所以你们就是 把当天买的新鲜食材 全部都放到这个展示柜里 对 有啥老可来了 就吃这蘑菇 至于咋做 你们商量 对对对 你有啥也要求 我咋给你做 就这样 真的 这个师傅肯定是很是吧 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不管是清淡的 还是那种很重口的 或者是凉调的 热炒的 咱们只要指着这个菜 就没有师傅做不出来的 基本上咱这种店 都比较结底气 你真的很家常 这家常有几种做的 今天的话可以配个响芹 要焯一下 然后咱这个有火灾 也可以炖的话 也可以夹里边 还有锅仔 罐子 鱼块 咱还有鱼块 骨肉 想吃啥了 你可以自己选一点 我觉得这家店 太宝藏了 有点像我自己在家 跟我爸妈妈说 有啥菜 我想点个什么菜 那种感觉 很轻松随意 但是种类有很多 是吧 这比你家冰箱里的菜 更多 那可是了 你看这角肉 还有变蛋 是吧 咱能想到的 就是变蛋调黄瓜 这儿的种类 已经不足可以让我来个 五六七八次了 据老板说 他们家每天进的菜 几乎都不一样 都是季节性的时令菜 无论你想怎么吃 都能满足你 除了这些菜之外 他们家还有一道主食 那才是食客们的最爱 咱这个饺子不是是做的不错的 饺子 都是咱们每天肉 像别人是机器打的 我们是用手做的 它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 咱等一下可以品尝一下 食客们吃 所以对这里的饺子难不绝口 最主要的是他家的饺子皮 和馅料了 每个饺子都是现包 现做 让大家一直吃着放心 这真臭 你眼泪的我给你了 像别饺子臭味儿 味道独特 人们却爱得不行 这味儿就是变着 臭字当头 竟成当地风味儿 我给你看一下 精彩马上开始 从这边住都在这吃 都是老街吧 对 后果酱了 春秋孔的肯定好吃 这儿我也吃点多 你也经常来这吃 也许 从它一开始 单向台湾就吃了一样 像萝卜肉啊 大铜肉啊 都挺好吃的 它会啥 整个的肉 它可里多慢 它有锦刀 有香啊 积极大连肉 它是柔血 吃到最近的口感不好 食客们说 来这里吃饭 不仅能吃得舒心 吃得放心 最关键的是 价格也不贵 那他们这一般都是 怎么点菜的 这菜没想到炫煤了吗 看前面吃啊 就看起点 很好吃 像吃啥口味道 大厨一说 然后就行了 这个香肠 吹出 特别好吃 特别香 香肠嘛 它有时候放芹菜 我有时候给它说 放点上海京城 你想吃什么 他们只要有的 都给你做 对 炸灯菜 小点吃饭 三次回来做 人家就是 二十多三十多 那样 又油菜 又回来又速来 回头搭配 你们这会儿说了 估计把电视机前 没有出来吃饭的朋友们 都尝哭了 饺子有萝卜肉 芹菜肉 茴香肉 韭菜鸡蛋 等六种口味 价格都是16块钱一份 每份有20个 那么味道究竟咋样呢 咱们今天也点上一份 来一起尝一下吧 今天我们点了店里的一些家常菜 吃到了他们门口的腊肉 还点到了他们好评很高的 手工剁肉馅的饺子 我们话不多说 先尝一口 这个冒热气的大饺子 你看 个头很大 而且这个皮也很薄 透过这个皮 感觉里面的肉馅 就是满满当当的 都能看到 这个脆脆的是什么 是萝卜吗 导演 第一次吃到这种 一点萝卜清气都没有的 萝卜馅 而且他把萝卜 剁成那种像小米粒一样 所以嚼在嘴里 它不是那种 弄弄的 糯糯的 水萝卜的口感 它是有一点点脆脆的 在嘴里存在感还挺强的 肉馅也很香 但是的确没有 平时我们吃饺子 那种感觉馅是那种水馅 就是很馅 在你嘴里就一抿 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 我以为它这个肉馅的肉粒 会大一点 但其实跟这个萝卜一样 都有点像是那种 做的跟小米粒一样 咀嚼感也有 包括这个皮 本身也是自己手感的 我个人感觉是属于那种薄 但是它不透不烂 在嘴里又很硬挺 很有咀嚼感 很有面香味 饺子高头大 皮有韧劲 肉馅吃起来 满醉清香 不咸不淡 没有过多的调料味 再配上一点醋 保证你一口一个 根本听不下来 16块钱一份有20个 还是挺实惠的 7.7分 还有香肠 是那种咸香的 虽然它很咸 肥肉已经变成那种 甜甜的香味了 还有一点点就是 我不知道加了什么 反正就是甜甜的酒香味 所以整体在嘴里 它是那种回味很丰富的 如果趁热吃会更香 现在吃稍微口感 有一点点干吧 芹菜它俩我个人感觉很搭 很清脆 口感很不错 然后这个家常菜 他们这儿其实做菜 就是给你一种分量十足 又很舒服的感觉 是不是想上米饭了 莫万 对 我觉得上米饭特别配这个辣肠 然后吃这个就会让你觉得 很清淡 但是整体来说 我个人感觉这个盐味 如果能稍微再酱一点 当然了 你完全可以和老板提你的要求 他们应该是都可以满足你的 就至少这一顿 让我觉得吃下来 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很便宜 然后吃到嘴里 胃里也会觉得很舒服 蔬菜都是当天现买的 比较新鲜 另外香肠也是自己做的 静静的又嚼透 香而不腻 香肠炒芹菜28块钱一份 白菜豆腐18块钱一份 也是比较实惠的7点7分 吃完了 有话门口说 今天给大家发现了一个吃家常菜的宝藏小店 店虽然很小 但是他们店里基本上 我们平时能看到想吃的都有 所以这家店真的很适合想来找家常味的朋友 另外它的口感和味道也不错 但是我个人感觉它的素菜可能稍微有一点偏咸 如果眼口淡的话 记得跟老板说一下 最后我们给它打分7点7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欢迎收看香肠美食玩小乐 新店来尝鲜吃货不踩雷 今天咱们就去你后面的地方吃饭 这吃饭 我给你念这八个大字 充电洗车补胎维修 你这是骗我去干活 到厂里去上班了吧 你没看人家这八个大字上面还有俩字 烤肉 就是边修车边烤肉 这烤肉店更神奇 它从昏的到素的到甜点到主食都可以烤 今天这家烤肉店可真是够隐蔽的 开在一家汽球厂里 不仔细看可能都会直接掠过去 藏得这么深 为什么来这儿打探呢 我吃的快香了 哇塞 吃的怎么样今天 没能 五花肉呀 是个灵魂地点的 为啥是五花肉的 香啊 香啊 我其实想说句大使话 它甭管炸肉 你放在这铁盘上一烤 你看它滋滋冒游那样 就有食欲了 对对有食欲 吃啥就吃了这劲儿 你看这 哇塞 就是很刺激味蕾 再用这生菜一包是吧 对对对 看美 咋找到这地儿了今天 也是朋友介绍的 朋友是干修车生意的吧 因为我看这儿 又修车又古台又充电的 还管停车 这叫酒香不怕像是吗 那您给它旁边洗过车没 车洗了干净吗 车洗了又干净 车洗了又干净 就是从车到人都饱了 是的 是的 冒油的感觉 就是看着可刺激嘛 越吃越香 分件是没烤好啊 想吃一块儿蹭一块儿 太难了 我一会儿叫你啊 虽然没开暖气 但屋子里被烤肉的氛围 烘得热乎乎的 店面很大 人气一般 第一点的就是五花肉 也是烤肉店的常规操作 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一些 令人震惊的烤品 这个是五花 这是五花 这是牛肉 对 这是牛肉 这个啥 桂花糕 啥 桂花糕 桂花糕能烤 能烤 你给我烤个试试 这个能放这上面 是 烤出来那个是外焦里嫩的 你们刚才吃了没有 吃了 吃了一半了 我吃这么多家店 我第一次见有种烤的桂花糕 因为上来的时候我以为是 就是甜品那种 对对对 然后但是它烤完之后 等会您可以尝一个 真的就是 它外面那个皮焦焦的 里面很糯 然后甜度 我觉得男女生都能接受的甜度 五颗星能打几颗星 桂花糕的话 我能打四颗半 四颗半 这个是比较值得推荐的 对 桂花糕 因为真的我在郑州吃这么多年 我没有见过烤的桂花糕 就是我第一次在家里面见烤的 能不能 从个别人在从个别人 这么专业的户笔吗 感觉像滑鼓饼那种感觉 周围都让它焦焦的 对 能蹭一个就蹭一个 因为平常不怎么吃烤的 这张夹上了 主要是我 我没清醒是吧 在你那儿手里头就在看你 你看看真的是 封边的好吃 要不封边的话 可能还少点什么的 而且味道还有点 今天烤着之后 有点像圆子的感觉 米酒发的那种香味 也在里面 是吧 同样奇奇怪怪的 还不止这个桂花糕 烤了啥肉啊这个 鹿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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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咱说那个四条腿 上面还会长鹿角的 对 梅花鹿 就那个鹿吗 对 是鹿肉吗 真的 你尝尝 有这吃法吗 咱明天烤个五花 烤个牛肉都不错了 这就是特色 他这个鹿肉跟咱平常吃的肉有啥区别吗 因为吃的比较少吧 感觉挺稀奇的 就是奔真的来的 就奔真名都想尝尝是吧 对对对 比牛肉要嫩一点 比羊肉吧 羊肉有那个香味吧 这个没有那个味道 鹿肉能吃吗 那肯定啊 这都是养植的 哦 养植鹿 对对对 养植鹿 是咱们了解的那个鹿 对对对 就没花鹿的 没花鹿 这边养生嘛 冬季吃这个我们大骨 别急 奇奇怪怪的还没结束 牛蛙 猪大肠 腰花啊 猪食是咱那个 这里先卖个关子 从甜点到主食 从荤菜到素菜 从鹿肉到牛蛙 这里的烤饼 确实跟别人家的很不一样 种类很多 而且很新鲜 虽说有句话叫万物结合烤 但煎一些东西烤出来 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还是挺蓝香香的 我们也快来尝尝吧 能不能先烤五花 咱认识盘子总可以吧 要不你给我整了这些东西 我的感觉都不太产见 万一搬车了 怎么办 放点 哟 还是五花轻呢 切好了五花啊 肥瘦 这个比基本上六比四 肥的稍微多一点 但应该还挺香的 这锅我们算齐了 就是水里游的 路上跑的 还有跑不动的 你知道我说 这跑不动的是啥吗 就是你准备夹的 还有一点焦焦了 就这会儿的口感来说的话 油脂已经完全分出去了 然后你再吃 皮儿是有点焦焦的 油脂的那个逆感 就基本上猪去玩了 他找找这个路上跑的吧 这其实看着有点像我们说 那种上姜的牛肉 我还觉得不像鲁肉 有点像我们说那种鱼腺 生肠的鱼腺 特别的嫩滑 可能是肉质本身 跟我们说这种做法 没加关系 本身肉质来说 比较嫩滑 味道来说 就是他家这个腌制的味道很重 要跟我们娘吃的这个 牛 羊 猪 鸡肉 还都不太一样 这水里游了 这牛蛙还是这个牛蛙 但感觉味道不是很重 就平常我们吃的那种 泡那个辣椒汤里 就是它会很有味儿 但这个来说 牛蛙的香味会很足 烤质感不强 那你是不是得占个料 占个料的话 我觉得还是占缺点 吃完烤肉 这里的神秘主席要现身了 吃完肉之后 再看这门面就比较香一样 人家都是一碗火锅下面 然后咱们吃完烧烤也能吃面 也能下面吗 以后来这吃烤肉之后 你就最后说一句 下面料 这里烤肉的价格不算太高 鹿肉39元一份 五花肉30元一份 牛蛙46元一份 能吃到的品种很多 鹿肉的口感比较嫩滑 有很多特别的风味 老虎达哥 咱们吃了个孩子 有很多东西 我们吃了一口 就好吃 有很多东西 我们吃了一个 还没吃了一个 很久 就吃了一口 让他吃了一口 也没吃了一口 就吃了一口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前面都是赫边的吧 吃这吧 右边 这是新乡的尤家坟 西我们从郑州跑来的 就是这传说中的独特味道 牛肉烩面 羊肉烩面 三鲜烩面 咖喱烩面 司空见惯了 这臭字当头的烩面 还是第一次见 老汤 高汤 牛肉 羊肉 是吧 咖喱味的 啥样的都有 也这个臭不明的 没有 因为我也有一点点那个 就是 稍稍有一点臭 臭点香 这个臭就像臭豆腐一样 吃着 闻着臭 但是吃着香 就是好像就是那种 就喝那种牛杂汤 您知道 喝牛杂汤那种 就是鲜里边透着那种 就是臭里边透着那种鲜味 到底是鲜里面透着臭 还是臭里面透着鲜 其实都一样 如果哪一天不臭了 估计就不好吃了 嗯 这个味儿炸锁的 反正是 反正必要能接受这种味道 嗯 能接受另外七块这种味道 这个面吃了还像酒 我哪两个都觉得 不是我一个人说 在新乡 这样的烩面店 据说有好几家 虽然都是主打臭 可每家都有自己 独特的臭法 这这边都是脆骨 脊骨 这肉块也很大 肉块也一天都是七八十斤肉 它虽然就是没有我们闻着 就是那种刺鼻啊 或者说觉得很别扭的那种臭味啊 但是它也没有我们说的 那种特别香的味道 对对对 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从八十来年开始感染 讲迷都四十年了吧 因为我这个烩面是在第一开始在车展 就是温之有点丑 好像都那个 都跟那个丑豆腐一样了 你别忘了 它温之丑 吃着香 都说各地的烩面香啊 没想到来新乡咱吃烩面 咱不吃的不是香的 是臭的 但是我这个烩面你要吃过了 是吧 中间能隔一天不吃 就靠这一口了 就回不了郑州了 是吧 那咱郑州的那个西郊的咖喱啊 那个羊汤啊什么的 跟那咖喱 完全不一样 是吧 这样干净 每楼上有四个字 仅此一家 就问这这臭味来的 我们是从郑州大脑上开车 一个多小时跑到新乡 专门来尝这碗 臭味 来新乡之前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功课 有的说法是汤臭 还有的说是羊肉发酸了 有臭味 它这个 怎么说来 喝完这个东西都是 都是那种大料味 大料 全部是大料味 都是料包嘛 就在这里面有一个臭的 对对对对 每一天都是放两包 上过一包 下过一包 就一点 你别骗我你 有了有了有了 别弄虾皮 我跟你说这个味道啊 就是让你那个 闻风丧胆 你怎么又给放进去呀 我还想再闻一下 我刚才是猛一下腔热 腔热了 我要闻一下西品这味 咋说这味可 奇怪啊 就有点 有点酸 总共这里有点这个 十八重量 它有那种羊汤的 就是那种和格料的味 有那种我们说的 感觉跟那种草药那种 格料的味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 就是一个中青年的男性 常年 不听啥那味 老秦和妻子做了大半辈子的会面 老秦说为了出味 夫妻俩在香料上下了很大的劲儿 料包里有十八种料 其中十七种是香料 最后的一方却是这独特的臭味 出臭味就是这一种 就这个 不能离说名字 这个商业机密 这个不能离说 你先闻一下 闻一下 你先闻一下 你先闻一下 你还闭着嘴闻的 我天天闻着 臭茶叶 这真臭 我眼泪怎么跟你说 像你讲臭味 主要都是喝 吃都是吃到这个味 我喝黑豪气 你为啥有这种香 你为啥把这放进去 你不破坏你的汤吗 这个东西放在汤里边 它这个兔石 对这个干身都比较 老秦最初使用 看重的是他的中草药功效 没想到 这奇特的味道 却逐渐成了 这碗汇面的最大特色 刚开始在 应该是在 咱新香市火上那边 就开始追这个汇面 然后我们一直在吃这个汇面 我们都是十几岁开始 都是从十几岁开始吃 然后吃到现在了 你们再问 你吃这个臭汇面臭吧 就说挺香的 如果哪一天不臭了 估计就不好吃了 我喝杯过来 臭不臭 还可以 还可以 面是筋道的 肉是软的 汤是咸的 这个味道是变得的 这个味道是臭的 我可以放心大喉 把一个大喉的吃 一会儿在那边烫上 确定 对对对 可以不可以放心大喉 确定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知道的不好吃 我给你面前 哈哈哈哈 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不是羊肉烩面的那种味道 反正有一点那种 微微的那种臭臭的 不是说特别浓 外边加了有点羊肉的那种香味 然后加一点那个透臭的那种 淡味淡淡的味 就感觉它是羊肉的山气起的那味 其实不是 我觉得应该不是 咱们尝一尝 吃着还是有点的味的啊 但是不是说咱们所谓的那种 特别特别的那种难闻的味道 它是香而臭 臭而香的这种混合体 就是香味里面混着这个臭味 我觉得整体来说 还是香的 还是香的 就是你如果是第一次来 新香去体验这个臭灰面 放心 没有心理负担啊 能接受得了的 可以来尝一尝 哈喽 我是孟涵 前段时间 我不是收到我们导演的 一系列任务邀请卡 在家里做了很多的炸的东西吗 今天我又收到了一个炸物的邀请函 接下来我说出来 你们千万不要惊掉下巴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得知的第一刹那 感觉无比的震惊 这个东西就是 炸可乐 可乐这个东西怎么能炸呢 不是用来喝的吗 先看来再说吧 炸可乐 60克玉米淀粉 我们家好像有淀粉 不知道是什么淀粉 小火 小 冷藏制 凝固 哇 成块了 有点像果冻 又是给老三件套啊 炸物三件套 淀粉 面包糠和鸡蛋液 天哪 怎么会有人炸可乐 按你这样说的话 我是不是也可以在家里做 炸果汁 炸雪碧 炸啤酒呢 我很不太想吃 我看那个最后它咬开的那个形状 感觉 本来这个可乐和炸鸡配在一起是很搭的 你现在把炸鸡的酥皮放到了自己身上 你怎么可以抢炸鸡的酥皮呢 味道到底好不好吃 我现在不敢说 我们接下来就试一试吧 炸可乐 你今天吃啥呢 吃 无敌炸可乐 这个感觉才是对的 这才是可乐的正确打开方式嘛 怎么会有人把这么好喝的可乐炸一炸 我真是不明白 其实材料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家里的可乐 还有我们的玉米淀粉就可以了 但是我这个是不是玉米淀粉 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就尽管试试吧 500毫升的可乐 60克的淀粉 有点少了 我们就搅一搅 居然有点香 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小火 煮一下它 这小火 说是给它熬成糖浆状就可以了 哇 它就一会儿不搅拌 感觉都有点 不快的 你看 不然你听这个声音 哇 居然有点香呢 像找个地一样 春暖花开的日子 万物复苏 小王家里的可乐 又闲不住了 这一天 小王又从冰箱里 拿出了他们家的可乐 发现 诶 这一次的可乐 我们是不是换一种别的吃法呢 这是用时间 耐心和爱 浇灌出的可乐糖浆 欢迎收看孟寒的厨房 我在说什么 好 现在感觉三分钟又过去了 这个炸可乐 几乎这勺子压根又不能停 你知道我稍微只要停一下 我感觉它就抓底了 不能再熬了 不能再熬了 关火 关火 这个熬出来的 有点好吃 可乐去掉碳酸的那个甜甜的酸酸的香气 我觉得这个成品还是完美的 现在我们要把它冷却一下 时间到 现在我的可乐糊糊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完全的凝固状态 现在我们把它拖沫 好像有点难下来 碰了一下 那就变成了散开的状态 这一口 是不是有点稀了 炸东西之前 一般都会用到三件套 就是我们的蛋液 面包糠和淀粉 但是我们家好像没有面包糠 不过没关系 不要拿一样东西 这是我的库存薯片 因为面包糠是比较碎的 所以尽可能的把薯片敲到碎末末为止 我现在把它打开 蛋液 就是一些淀粉 然后这个时候把它切一下 这个什么形状我已经不在意了 这个青青一碰它就散开了 我应该怎么炸 我完了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哇 形状还不错 我感觉你说这情况 你在你在 无中生有 暗渡成仓 凭你想象成不捏造 还不错 哦 这也太难闹了 不知道呢 还以为我在搞什么黑暗料理 而且看前面炸的这些 基本上成型的也就是寥寥几块 听到这个油花的声音渐渐散去 你就知道一个浩大的工程终于结束了 一看就会 一做就废 我们心心念念的炸可乐 哎 这个炸可乐真的是 好失败啊 我都不敢动它 它真的是一碰就散 夹都夹不起来 把它们盛到盘子里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是失败了 因为什么呢 完全和视频上面不一样的 有的都已经脱壳了 在炸的过程当中里面的 可乐糊糊出来了 我们先尝一尝吧 好紧张啊 只能靠你的味道去胜了 千万不要像你的外貌那样 加油 居然有点好吃 是怎么回事 刚到嘴里的时候 肯定是薯片外层脆脆的口感 然后咬到中间的时候 那个可乐的味道就出来了 去掉碳酸气泡 和那种拉舌头口感的可乐 只剩下它的甜 和它那种可乐糖浆特有的香气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虽然里面加了淀粉 但是吃的时候 除了质地 它是这种凝固的状态 我觉得其他好像几乎感觉不到 这种粉末东西的存在 就真的是只有可乐里面的甜味 还有香味 还真的是很惊喜 家庭自制炸可乐 用到的食材比较简单 只是在做的过程中 一定要掌握好配比 不然效果容易铺接 整体的味道不错 就是卖相差了点 想尝试的朋友们 赶紧坐起来吧